再來我們給大家看這一段畫面 你會看到一個人 他就好像看到什麼東西一樣 突然一直轉 一直轉 一直轉 這一段畫面你越看越毛 鍾伯哥 他到底看到什麼了 這段影片在印度 引起了大家很大的震撼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發生在印度的一處月台 他們的鐵路警察 畫面當中我們看到 這個警察他就在月台上面 本來一開始就是很正常的在執行公務 可是突然他就開始轉圈圈 但我覺得這個轉圈圈 並不是我們常講的什麼 好像一個人自己在那邊自轉 他感覺在看東西 是不是有什麼東西在他的附近圍繞 他就一直跟著那個東西看 但是轉著轉著你會什麼 很可能會失去平衡 對 但其實我們說真的 我們再看一次那個畫面 一般人在轉的時候 就算我轉個兩三圈有點頭昏腦脹 但也不至於 會完全不清楚自己所在的位置 他好像被那個吸住了一樣 他不是 他才轉兩三圈 感覺看著什麼東西 跟著他轉就像我這樣 轉了兩三圈 他就整個忙了 那到底監視器只是看到他在轉 可是並沒有拍到他看到了什麼 或他為何而轉 為何是會轉成這樣 其實有時候監視器 往往會拍不到一些 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比方說我想講這個 發生在19世紀初 二世紀初的 俄羅斯真實的一件故事 他們俗稱叫做幽靈火車 首先這個事情會牽著到 俄羅斯當時的一位大文豪 叫做果格里 在果格里 他有俄羅斯的狄根斯之稱 他大文豪小說家 他去世之後根據1991年 俄國國家文藝檔案的解命 果格里的遺體竟然沒有頭 一代大文豪他的頭骨 對 怎麼不見了 不過後來畢竟這是重要的人物 在簽帳的過程找不到頭 就去努力找一下 後來找到了 找到這個頭骨之後 就在1933年的時候 他們決定將這個頭骨 交給果格里後代的家屬 那當時果格里他後代的親戚 有一個叫做Anuski Anuski這個人 他是一名義大利的海軍 就是他駐紮在義大利的海軍軍官 那他拿到 不是人家在前線駐紮 在軍隊駐紮 你交給他那怎麼辦 終究要落葉歸根 你要將果格里的頭骨 把他送回給到俄羅斯 他就跟他的同袍講 他說你能不能幫我跑一趟 幫我坐火車 送回俄羅斯戶土去 那這個軍官 這位他的同調軍官說 好 我幫你 那個頭骨就裝在一個 紅色的盒子裡 有點類似我們 用台灣話講叫骨灰毯 裝在一個紅色盒子裡 那他的同袍軍官就說 我幫你 那因為去是一段很長的里程 所以他們 這位受託的軍官就 順便把他當成是一趟旅遊 還找了自己的弟弟 他說老弟啊 我有朋友 托我要將他那個 這個長輩果格里的頭骨 送回俄羅斯 你跟我一起去 然後他們還修舊了一些朋友 好 撤回來 就坐上了這輛火車 是 就坐上這輛火車呢 你看喔 在1933年 這輛火車就開始行駛 要往俄羅斯的方向去 沒想到 就在要進一個隧道的時候 這時候有一個人 就是那位受託軍官的弟弟 他突然覺得 火車要進隧道 可能一片暗密謀 我想要來 衝敵一下現場 包括他哥 包括現場他哥所有的朋友 他想說 我要怎麼樣去衝敵他們好呢 我可以從 紅色的盒子裡頭 拿出果格里的頭骨 來嚇他們 正要拿出來的時候 這弟弟嚇到了 因為他說 他說火車裡頭的人 突然就開始陷入了一陣 好像重鞋般的驚慌失措 然後他就看到了一陣白煙 他還說這個白煙 有感覺到它是黏黏的 他就當場跳車 跳車之後 觀眾朋友 好恐怖 因為這一列火車 應該說是這一列火車的好幾截車廂 總共載了106名的乘客 包括弟弟跳車還有另外一個人跳車 兩個人劫後餘生 其他104個人 連同火車車廂 就這樣在地表上消失 結果大家就一直都在討論這件事 其中有一位來自於烏克蘭的科學家 叫做Arsander Arsander他因為亞利三大都一直在追蹤他 有一次真被這位科學家給追到了 他追到車了 對 而且他當時看到這輛幽靈火車 往前開 他為了要研究它 所以在最後一節車廂 已經快要離他遠去的時候 他就跳上去 跳上去之後 然後一樣 這些火車的列車那些車廂 就隨著那年年的百物又消失無蹤 這位科學家自此也人間蒸發 這已經是1991年了 這可是已經是現代文 科學文明的時代了 非常現代的事情 那我再跟你講 2009年還發生一件更玄的事 2009年當時有一個偷車賊 偷了一台車 結果被一個警察抓到 當場抓到 所以警察就要去追一個偷車賊 沒想到那個偷車賊就開著張車 拼命地跑給警察追 結果開開開 開到一處平礁道的時候 他用非常快的速度開過去 結果爆胎 結果爆胎呢 那時候警察心裡想 剛好你爆胎 我剛好要上去抓你的那一刻 突然來了一輛火車 那個小偷一看火車剛好來了 那他怎麼樣 他跳上火車的最後一截車廂 又是最後一截車廂 對 就跳上那個最後一截車廂 意思就是你抓不到我了 結果那警察要抓偷車賊 奮勇抓賊 也跟著正要跳的時候 結果他把他拉住 拉住之後 五湯 結果那警察就當場愣住 後來呢 他回神過來 他就問那位阿婆 阿婆 為什麼五湯 我在抓賊 阿婆說我告訴你 你要是上了這截車廂 你就再也回不來了 因為他就是知名的幽靈車廂 幽靈火車啊 好 這是最後一次有慕節紀錄 是在2009年 阿婆後來證實不是什麼鬼啊 還是什麼超市人力量 是真的有這個阿婆 是平交道的看守的那個人員 救了這位警察 好 那大家一定會很好奇 就是說 真的會有這種我們說的 幽靈火車憑空消失 那到底是因為載著不祥之物 還是說他們所行進的路線有問題 有一位莫斯科大學的物理學家 他還兼數學家的一半 一半說 是歐洲四通發達的鐵路網有問題 他說這麼發達 再來我們帶您看這幾天 很多人都在關注這一段畫面 這是台灣的賽車教父廖老大 他直接KO捷尼龜 現在網路上好多人都在說 廖老大他是打龜成功 竟然標出了8.72秒 這樣的成績 同時中國哥還要帶我們來看 這一場是真人版的頭文字滴 對 其實這個捷尼龜 他是中國的抖音網紅 他就嗆 他就說台灣有沒有一輛快車 很強 你講白話 你就等於是在嗆我們 台灣的賽車界 意思就是台灣沒人 台灣也沒快車 台灣可能的汽車工業 也不是很厲害 當然我們台灣這邊就很不服氣 其中我們台灣賽車界的教父廖老大 他就自己去改了一台 ODI TDRS 然後把它改了之後 就決定來做零四 零四就是我們講的 零到四百的加速測試 來 畫面當中你所看到的 就是在4月6號的時候 他選在台中港附近的 這個施美高麗的公車道道 好 第一趟開過去 零到四百公尺加速 開了多快呢 我先來講 傑尼龜自己的紀錄 是8.93秒 沒想到廖老大才跑第一趟 所以通常我們會跑三趟 因為車子也可能要熱身 三趟取其最好的一次成績 第一趟就8.91秒 把對方的8.93秒給打敗了 第一趟就打敗了 但是我們的目標 不是在打敗傑尼龜 不是在打龜而已 我們的目標是希望 能夠把亞洲的紀錄 亞洲紀錄是多快呢 是8.62秒 結果我們就跑第二趟 就第二趟的時候是跑出了 8.72秒的成績 所以最後我們這三趟跑下來 其實最後最好的成績就是8.72秒 雖然並沒有平或者打破亞洲的紀錄 但至少對傑尼龜的8.93秒 綽綽有餘了 直接打龜成功了 對 所以你看廖老大 狠狠地打了傑尼龜的臉 不過我稍微講一點 後來的最新 那傑尼龜竟然還說 那你就 如果你上傳這個紀錄的話 我會請人把它刪掉 連我們的紀錄他都不承認 我這邊要先稍微解釋一下 你要知道這個風車大道 並不是專用的賽車場地 是 那會有很多阻礙 對 在抓地力上來講 對於這個車子本身的穩定性來講 還有我們也不是用什麼特別的引擎的散熱系統 有點類似我們就是土炮式的改法 就能夠已經把你劍尼龜打敗了 所以台灣有快車 台灣的賽車 還有我們的汽車工業 就如廖老大所說 讓世界看到 不講到汽車特技 讓我想到其實 在英國和中國之間 其實在2014年的時候 也曾經有一場很重量級的PK 但他們PK的不是零四加速 PK什麼呢 叫做汽車甩尾停車 甩尾 我跟女生稍微解釋一下 什麼叫汽車甩尾停車呢 就是你有看過甩尾嗎 就我們講的飄移嘛 一個飄移 一個Move 就要能夠停到兩輛車之間的停車位 現在畫面當中你所看到的 是一個中國的特技車手叫韓越 他就用這種甩尾停車 他想要挑戰誰 他想要挑戰今次世界紀錄師 由英國汽車特技高手 叫Alastair創下的 我稍微解釋一下 Alastair這個英國汽車特技高手 他在2014年他曾經創下了 這樣子甩尾停車與前後車距加起來 僅僅只要8.6公分 8.6公分什麼概念 來我這邊用詞給大家看 8.6公分 你說前後加起來 前後加起來 前後加起來 然後甩進去要這樣 各位 只有這樣子的長度 甩進去 對啊 它甩進去 你距離前車跟距離後車 加起來8.6公分 換句話說你距離前後 可能一台車都只有4公分 每一個距離的距離 大概只有4公分多 難度很高 那韓越真的 他說你英國人這麼厲害對不對 那中國人也不慌多讓 結果他就去挑戰 他用的是一台 剛剛畫面當中 你所看到一台紅色的MINI 那台MINI的車長 是385.3公分 但是你要做這件事 你盡量就用短車 好 我們現在看 它一個左彎一個Move 這個車子就平行滑進去了 多一點 少一點都不行耶 但是你有沒有打破 剛剛我所說的8.6公分 英國ALECTR創架的呢 量一下 來 我們量 好 量 其實一量 你知道它前後加起來幾公分嗎 7公分 8公分 更窄了 8公分 大概就這樣而已耶 來 它贏了 它打敗了 8公分耶 對 但是呢 新的金氏世界紀錄 8公分 你應該比的這個 對啊 8公分 由這位老兄創下 是 結果Aleicester當然不服氣啊 原來的 即是世界紀錄保持人系 我英國老啊 對 結果呢 它就也用了一台小車 再次看能不能挑戰它 也挑戰自己的原來紀錄 它用什麼車 我們看一下 飛亞車500 飛亞車500 是著名的小車 很小了 著名的小車 它幾公分 354.6 所以它是一個 一個 又一個左轉 好這樣 Word Move 繼續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破紀錄啊 那還是得拿尺量 不過我覺得它這個高超的技術 真的是不得了喔 這慢動作看更不得了了 對 但是 這8.6 這到8 現在要比8更低 它在拍手啊 它還在 比賽 那我看大概是有破 我們來用尺量 一量 7.5公分啊 7.5公分 你知道嗎 前後加起來 7.5公分 少了 大概少了我一個指甲 變這樣 就這樣而已 這到底怎麼甩進去的啊 我跟你講其實我相信 他們一定之前練習很多次 就是甩… 一定是抓到 好像我們練習在練開車 要考駕照一樣 一定是在某個點 方向板就要一轉 然後車子就一滑滑進去 當然我講得容易啊 但是他們真的做起來 絕對是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但是鍾伯哥其實這8公分很厲害了 這7.5公分又更厲害 兩個的差距 其實大概就我的一個指頭 大概就我一個指頭的厚度而已耶 我告訴你啊 在賽車界 在特技界 不管你是1公分的距離 還是1公里的距離 還是你那0.1秒的差距 我告訴你 只要我比你少那麼一點點 我就贏你 這就是我們講的紀錄 但是Alastor他還做了一件很瘋狂的事 因為我們剛才都講 車越小越靈活 那他們都盡量選擇小車嘛對不對 這是叫什麼車 叫商務車 對 就很多大老闆會用的 或者是送貨的 或是我們講的這樣 露運旅行的這種Van 這種商務車很難停 他從從動車 他的長度就快6公尺 結果就有一個牌子的車商 他就說 No 我們叫Alastor來 他不是很會停車嗎 很會甩尾啊 那這車有沒有辦法甩尾 結果後來Alastor就用他高超的技術 雖然不是用甩尾式的 對不對 但是也是接近 因為那個飄移那個滑行 沒有像剛剛那麼厲害 但也是接近的方法 這樣停進去 各位 過關了喔 那待會兒 你覺得貨車司機有可能這樣頂嗎 不可能啦 不過至少 他只是車上的一個噱頭 讓你知道說 原來我車底子是這樣子 在神駕駛的情況下 還是有辦法神飄移 在神駕駛的情況下 那是神駕駛的情況下 在神駕駛的情況下 是神駕駛的情況下